施工中的監案鷹架 突然其中一片往路面倾斜 路上有人經過看了一眼 繞路過去 他疑似是內部人員 想了想又走回頭 快步的進入工地 幾秒鐘後又離開 但同時間 鷹架搖搖欲墜 一陣風吹過來哄哄的一聲 整個島下佔據半個路面 求證工人說這個監案等待驗收 原本的作業就是得先拆鷹架 之後再重搭 但拆除過程 從監視器來看 路面疑似 沒有任何防護 也沒有人員看守 這樣合乎規定嗎 事發在週四下午兩點多 太南河順工業區 鷹架突然倒下 一度傳出是強風造成 但以台南安南區 週四下午風速雖然有達到六級 但監視器研判 鷹架倒下 當時並非有強風吹襲 不排除是人為造成 施工單位事後現場擺放了三角錐 做出了安全維護 是否有違規 相關單位將釐清 要求改善 賽季王稍微紅書中 太南波動